大家好啊 今天给大伙念一篇长文 我觉得字数也不少 也得好几百字上千字 是谁的长文呢 是一个十八大老领导的秘书 给这个一键飘尘这个人写的 我刚刚看到推特里 一键飘尘发的这个推特 发的这个推文 我没有关注他 之前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是因为比如说像北京侃爷这些人关注他 这个点了赞了 或者是骂了街了 我就能看到这篇他发的这个推文 我知道这个人是因为老灯跟他是哥们 我最近这十七或者十一二七老灯的节目 我都仔仔细细的听 为什么仔仔细细听 你这么批驳他为什么还要听 我觉得这哥们挺着笑的 挺有意思的 特别特别能给我带来生活上的一些愉悦和快感 虽然他是自己被窝里放的屁 他还往外满出了散 老灯这孙子可能笔头 这个手上的这个写作的能力可能还不错 他现在我才知道 因为我之前是录完以后 我时不时的听一听啊 这个我最近是直接看他的这个视频 我才知道啊 这孙子真的像我所说的 在墙上或者有一个大屏幕上啊 提前写好了稿 写好了人物关系 写好了故事梗概啊 写好了每一个地方的语气词 加上感叹号啊 还得说上面啊 你此地啊 应该有一个手势啊 像这个陈破空老师一样啊 时不时的俩手得伸出来啊 挥舞一下啊 我一看啊 原来这孙子是他妈照着稿面啊 所以说他节目呢 一天啊 两天三天才做一期 因为他得写出来 他得边转出来 边转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啊 像我们这些人拿一个这个手机啊 或者是什么就跟这直接喷 老百姓啊 或者是推友 或者是YouTube这些观看者们都不乐意听 为什么 你看人家说话有这个那个啊 我想想都没有这种词啊 但是呢 怎么说呢 他因为做了功课了 才可以这个愚弄你们割你们的韭菜 你看他的 其实他的文化素养 包括他的这 对对一些事情的这个这个人名烂七八糟的啊 他都是写出来 而且他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些人啊 有的人说了 你看这个这个老灯的关系人物 人物关系的爆料来源可比我们强多了啊 但是强个屁一点都不强啊 这个你看他把习近平的老前任的老婆啊 柯玲玲好像叫啊 他叫成何玲玲啊 不是我听的仔细是让人听着特别扎耳 特别刺耳 咱话不多说啊 他因为他人家这俩人是哥们儿 我给大伙念一篇这个长文啊 念一篇这个长文啊 人家这个贴出来这个图发送至我 你说这 大伙就知道是到底有人给他写呀 通过互联网啊 直接公开的在互联网上 在信件里边直接提及习近平啊 你看中国的互联网 其实并不是有一堵墙 也并不是有审查部门 那个就是完完全全 你想怎么写 想怎么说就行啊 那还用得着间谍往国内带东西 或者做加密的信件的处理吗 就是话不多说啊 一见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啊 你看这个老领导的秘书 都不把他们的真实名字说出来 你说用网名多好 因为你和老灯同志在海外的所作所为 已经起到了比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同志 都做不到的这个作用啊 不管你们是不是反对我们党 你们从事的席下里上的舆论宣传工作 有利于我们党的拨乱反正 习近平同志所作所为 根本目的是要分裂党 解散党毁灭党 用习家王朝代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在你们海外宣传的作用下 我们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 认识到了习近平连任的阴谋 认识到了习近平反党集团 对于我们党的危害性 我这里负责任的告诉你啊 我我我简短的说几句啊 就说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啊 允许我这样称呼 这些都不是党内 在党内而且是最高权权力阶层 服务于最高权力阶层 那些人所说出来的话啊 明白了吗 大伙不会这么说话 习近平的阴谋已经被粉碎 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总书记 家有一宝如有一老 不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 就是我们党最宝贵的财富 最近网络上传出江泽民老人家的生日照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什么去年没有传 前年没有 这都是秘书写的啊 常委 老常委的秘书写出来的文字啊 那个真的跟初中生没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什么水平 这个就在今年传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习近平反党集团已经被他老人家粉碎 当然为了维护我们党内的团结 还不便于直接宣布 但因此党内习近平集团的顽固分子 还有一部分人不想不思 改变啊 甚至继续唆使大外宣 为习近平连任造势啊 这也是我写这封信给你的原因啊 这个我在他们眼中就是大外宣啊 就是大外宣 在2018年8月份 北戴河会议上 当时胡锦涛总书记 推举李克强做书记的候选人啊 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 2012年8月份 别说2012年8月份了 11年 2012年全国老百姓都知道 还至更早的时间段 全国老百姓都知道 习近平这孙子要接替胡锦涛了 升任国家的这个总书记 在11年还是一几年 那时候已经是这国家副主席 已经是第三号人物了 就是胡锦涛 这个温家宝习近平 12年8月准备开他妈十九大了 不是十九大 十八大了 你那个还 那个时候还要 还没有确定总书记的人选 哎呦真是 这个后来元老内部预演 江泽民总书记推举了习近平 后来元老内部预演投票 李克强票数远远多过于习 后来就有了习近平 到北京隐身十三天 这隐身十三天 确实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能瞎说 他在这十三天当中 嗨 我不能瞎说 其实他在网络上 像苏草和他们就说过 隐身十三天这些事 陈梦宏也说过 全他妈瞎掰 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没有一个推测是真实的 他在这十三天当中 去各个红二代家族拉票 要求他们的支持 经过讨价还价 习被指定为十八大秘书长 2012年11月15日 十八大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差额选举政治局总书记 常委 一共376名中央 候补委员 候补委员投票 最后计票结果 习近平372票 李克强374票 不是一人投一票 看这意思是 一人可以投很多票 按票数最多的任总书记 但习当场翻脸 不做老大 他就不干了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老人家与胡锦涛商量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 采取了曾庆红同志的建议 就让他先干五年 五年后 李再接任总书记 你他妈听说过 一个总理接受党总书记的吗 有一个吗 这个有知道的大伙 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 我真的孤陋寡闻了 这个决议只有极少数 我党最高层级的老同志们知道 当时在党内最高层 不满意习近平的老同志 就口耳相传 让他干五年滚蛋 这个说法后来流传到民间 广为人知 因为这个插曲 原定11点 全体常委见面会 一直拖到11点57分 才出现见面 这个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这是你们真的还能记得 当时的场景 确实让记者 让全国人民多等了一个小时 而且习近平同志 出来的时候 那红色的领带是歪的 西服也不是那么对称的穿着合适 据听说 我在那传一脚 据听说在里边有人跟他撕吧 有人跟他这个抡椅子 据听说 据听说 反正那些人呢 我估计都不如习近平 单打格斗的水平高 为什么习近平人家200 200金卖的人不换腰十里长路 你们这帮孙子都 学生出身 或者是文职干部出身 真的打不过他 这是我真的听到这种传言 这是有案可查的 现在上网还能查到 胡锦涛同志 感觉比较委屈 本来十八大 要参照江泽民总书记做法 继续干两年军委主席 但因此决定全裸 辞职 所谓胡主席高峰亮节之说 实际上是习近平逼宫逼出来的 也因此让胡锦涛总书记和江泽民总书记 总书记之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阂 在十九大前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让习近平有了可趁之机 但在过去五年中 习近平内政处理的非常不好 经济凋敝 外交搞的也是到处一片狼烟 他说的这个倒是真实 确实是这个现在内忧外患 跟人崇拜也预演越烈 处处表现出不尊重两位总书记的傲慢 所以才有了这次胡锦涛总书记牵头 江泽民老人家首侃 通过元老会议 直接剥夺了习近平的实权 我提前把这个内幕抖出来 他写错别字了 就是希望通过你的频道 让党内更多的同志明白 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实权 只是傀儡 特别是二十大党代表们 投票的时候一定要跟党走 而不是跟着习近平走 这场权力斗争 是我党历史上最关键的斗争 重要性和当初粉碎四人帮一样重要 曾经支持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支持谁 投票的时候 是投习近平的票 还是投李克强的票 还是投一个总书记的票 还是投两位总书记的票 不要走错这一步 这也是我们党内民主的体现 当然关键的票数我们已经得到 但还是希望这次大会 开成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团队大会 胜利大会 对于少部分跟习近平走得过于贴近的代表 我们还是给他们机会 在对待不同观点的同志方面 无论是江总书记还是胡总书记都比习近平同志要宽容得多 所以只要在二十大的投票上投出支持两位总书记的票 就不会被追究的贴近平 希望二十大的代表们抱着负责的态度投好手中一票 也希望一见同志 包括老邓同志 抱着负责的态度把这封信全文播放 非常感谢十八大老领导的秘书 我也替一剑同志和老邓同志 我也转述转述 虽然我的受众群体只有百事来神 但是我也起到我萤火虫屁股的那点亮光 起到我微不足道的那一丝丝一奶奶的努力 就说这些人啊 不管他之前做过什么 我听说一剑飘尘好像是通过监狱 因为当时的学生运动八九年六四的事件受牵连 据老邓说他是六四的领袖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那个扑克牌的名单里边 我是这样认为 就说你们可能犯了偏执狂 或者是为了点嚼火真的臭不要脸了 这不是光是吃相难看 吃相难看是对你们有一点给你们留点面子 但没发现啊 真的没有发现你们这帮孙子啊 左边二皮脸啊 右边比城墙拐弯还厚的二皮脸啊 这个内心里边已经把脸 把自己的这张脸皮已经丢的 真的没法说了啊 真的没法说了 这里边有很多啊 让大伙啼笑皆非的啊 一些这个语句啊 一些论点 我就不在这赘述了 我觉得是给大伙添淫乱啊 你们这些人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咱就说一点吧 就是如果啊 在二十大才决定一个党的总书记统领中国人啊 欺压压榨中国人的总书记在二十大才投票选举出来的话 在党呆会上才投票选举出来的话 我就要为中国共产党这个租支就要点赞 为什么要点赞 他有民主 最起码他有部分民主 对吧 哎呦我的天 党的总书记是几个人在那捏过而成的啊 在二十大所谓的那个大屏幕上 所谓的那个按钮里边按出来的那个总书记 那个是已经内定完的 全体党员代表一定要遵守 我们看看二十大里边 会不会有人反对习近平连任 会不会出现两个总书记的投票过程 哎 行了不聊了啊 我觉得让一帮傻逼们给我气 真的不知道呢 我在这儿再这个申明一下我的观点 我希望习近平同志 嘎嘭一声啊 这个吹灯拔辣啊 个儿皮超凉啊 大伙都冒着鼻疼泡 这个歌舞升平 放着鞭炮啊 吃着饺子 吃着捞面啊 吃着炸酱面啊 这个是我特别内心特别特别希望啊 那样最起码缓解了当前中国老百姓啊 那个一丝丝一呐呐的那个压迫啊 可能给老百姓那么一丝丝的这个悉迹希望啊 但是真的这种事很难发生啊 或者几乎不可能啊 这是我反对中国共产党啊 我也反对习近平连任当皇上 我也希望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倒台 这个可以啊 给老百姓松一松法子 谢一谢那个紧绷的气氛 让老百姓该干什么干什么 让老百姓养家糊口 他能养家糊口就能给你带来税收 你让老百姓透一口气 对吧 让他吃点杯喝点杯 虽然中国老百姓点折没有 谢谢大家 拜拜